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也要多说一些港股 腾讯我们一直都说5月7月两个顶都是405元 昨天打爆了405元之后 其实你最高差不多去到416元 今天又是差不多了 这个位置如果整顾多两三天 那我们就可以投机性地买腾讯窩量 用405元作为止损 或者400元做止损 下面的空间其实就不大的 但是上面呢 就真的可以4002,4003,4004这样上升的 那这个呢 就是如果你现在都还没有完全有货 如果避免了这阵升浪的时间呢 你可以这样拨 那起码帮补了多一点啦 好了第二样东西就是 有没有留意那些二三线的波济股 开始动啊 那还没迟啊 2013啊 2013啊 20很漂亮啊 甚至破了昨天的高位了 有赞都有啊 8083啊 8083啊 2013啊 那这些二线的科技股呢 20 全部跌了头破位了 是 似的啦 似的啦 嗯 那就是说呢 要追落后呢 或者错失了之前一个星期的这阵升浪的话呢 你唯有就是这样追啦 是 所以我们今个星期的主题没有起错啦 追落后嘛 追落后嘛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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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留意着刚刚我们所说的那些股份啊 但是追落后还追落后啊 但是千万要控制住码 这个真的非常重要 没办法啦 因为你失去了那个机会呢 你现在就要控制住码了 不是全入的 嗯 你一定要留有 交货的能力啊 嗯 是啊 好 那我们呢 一直都没说过外媒 我们怎么都要先讲一下外媒的 好 首先呢 我们想说什么 那先讲一下外媒先啦 那外媒方面呢 昨天的美汇呢 就打过下去 去到一零零点二几的 然后再缩上来 好像哇 哇 那美汇的指数 暂时啦 我想现在来说呢 因为 呃 美国减息 日本减息 这些全部陈开落定啦 那 应该呢 就是做住个低位 嗯 那低位呢 也都是看到暂时有支持 还没上穿 那 那 现在呢 就一度观察住 因为 为什么呢 你 虽然呢 你个美汇 昨天又升回上来了 嗯 但是呢 都是似乎过不到101 是 那 那 那就要留意住啦 究竟101 穿不穿 是 如果 徘徊多几日都不穿的 是 在低位陪回的 啊 又是那句啦 十个牛皮九个蛋啦 嗯 那 穿的机会就很大啦 嗯 如果上回101 50楼上呢 是 那 就 会走个winter 就是101 80 或者102啦 就是 100到102的波幅 是 先看这个啦 所以呢 关键看呢 就是101 101 50呢 穿不穿 嗯 但是如果 一直都不穿这几日 还在低位陪回呢 那就等下一次的因素啦 譬如说 呃 鲍威尔会不会讲关于 个 息口的问题啦 啊 今晚 今晚鲍威尔会出来讲的 是吗 那也不奇怪啦 所以 变数是很大的 嗯 但是如果 他真的继续放减 继续 减息的空间大的话呢 那 随时就 一下子就穿100的啦 嗯 那留意一下呢 今晚呢 是会有些数据会出的 包括就是什么呢 包括就是 这个 PCE啦 另外就是GDP啦 这个很重要啦 那另外我最近都是热炒的初请失业金人数啦 那跟着鲍威尔呢 都会出来讲讲话的 啊 是 是鲍威尔 和鲍曼都会出来讲话的 所以 留意着啊 今晚都会有些 美国有些数据会出啊 那 美汇指数方面呢 看看有没有机会 穿 就是一些关键位啦 穿100这些关键位啦 如果没有穿呢 就是大师所说的 有机会 看回啦 就是101 半啦 101半啦 102啊 这样啦 是啦 这个Range啦 那 至于跟着 影响到其他相对的外汇呢 所以那个Yen呢 也都是会 现在叫它弱一点点的 就是在做1448的 1449 而在欧罗都在做111的 这些位置 英港133 那我们都很留意呢 是那只Yen 那因为我记得我一天 南方冬衣一天 星期二那天 都有网友说 喂 买Yen哦 那现在呢 其实是不是要看 还是少少先呢 看多一点 看看上面呢 146个位穿不穿 146穿呢 就在148 149买 嗯 148 149 应该我估计呢 那个Yen的情况呢 就不会导致 会破150的 嗯 那所以呢 148 149呢 那些位买呢 就 较为好处 嗯 那所以 现在来说 看关键位 就是穿不穿位了 是 那再看多一点点 那 Yen的势头 现在就叫做 跌了 就是多Yen就跌了这么多啦 那始终会有个反弹啦 是的 如果之前有买到Yen的那些 那些都是跌了的 那就是 那就是 没几乎 重注啊 那最尽可能 就是可能去到150那些位呢 才再 就是如果要加注 才去到这些位置 再加 就是重注啊 那些呢 就应该是162的 那些是这些位的 是 那如果162你错失机会 跟着杀到 14多的 你都 你都没办法买到Yen的 那你现在希望就等 弹高一点点做啦 是 那个Yen就直接影响过 Nikey 就是说过日经啦 日经今天现在升到98点的 那日经如果又跌下去呢 其实就好像是有你过日经 那如果日经就沽了没有呢 日经现在 那看一下那个情况 因为呢 始终呢 现在的情况呢 就 似乎还是在做反弹 那 看一下 那如果市沽的位呢 应该是日经39,500左右 39,000 39,500左右沽 就穿4万就止蚀啦 嗯 那么 暂时就在这里 试沽 就是39,000多就试沽啦 嗯 那那个日经 那就看定多一点点 让那个蛋糕多 有机会再多一点点 才再开吐啦 或者如果有 有货币的那些也先保持住 因为是啦 不够啊 现在那个日经 那个日经呢 还没够住 就是 如果日经呢 开始升的时间呢 那你就顺势股呢 就 就较为稳妥 嗯 嗯 那已经回答了这些网友的 诈的问题了 好 那另外 那些商品货币呢 就是奥子 又怎么看呢 大师 奥子啊 那我们先看看 奥子 奥子 是的 奥子现在就在6.8毫 3 奥子其实挺稳的 0.683 0.68 嗯 应该呢 这次的支持位呢 是0.68的 啊 0.68的 那 那 看一下啦 因为现在 今天 就你看到啦 就是 0.68 122 左右呢 就弹回上去啦 赔回先啦 现在 但是上升轨做得很美 呃 破了个阻力位 也都是 破了的啦 啊 那曾经去到0.69啦 跟着呢 又下回来 600啦 那其实都是100点的波幅而已 嗯 澳洲子 那 因为商品货币啦 第一就是说 看美会弱的时间呢 那澳洲子呢 应该可以承治而起的 第二呢 就是说 因为 金价的持续硬正 持续的上升啦 所以商品货币呢 也都受惠的 那澳洲子 我觉得 如果以基本面来算呢 是最抵卖那只的啦 那虽然我觉得 短线呢 就是买日圆 买人民币啦 但是 如果你以基本因素来算呢 就是应该是人民币和澳洲子 就应该是最好的 嗯 OK 好 那昨天是有点点吓人的 因为澳元呢 就充了0.69 就打了一支阴烛 就去到最低 去到0.681 这些位 那现在都 要打了一点啦 0.683 这些位 可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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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8 那些水平附近 嗯 好 那至于 人民币还是强的 7.02 7.02 人民币 大叔说过了 首选嘛 人民币 一定是首选 是 是 人民币 反弹 那 人民币 跌是很多 没有说到 很多人已经先问过了 明股说 明股说 一定说 我们还没说 好 那我们先说一些商品 先 我会方便 大师 有什么特别的 没什么特别的 其实呢 现在来说 追落后 应该是买澳柳加的 特别是澳洲市 那 你说其他的情况 就等美金反弹完再下 这一阵 美金下不少 我估计 年底前 或者10月、11月 穿100了 嗯 那总之 现在美金还是反反复复 好似浪着浪着 那看看美汇的走势 你还能顶多久 顶多久 来形容 是 好 那接着我们说一下 那些贵金属 黄金 当然 没东西好说 没东西好说 真是 反而 最难平的就是黄金 没得说 叫买的 没得说 现在 2600 就是说 我保守 2500、2600 的目标到了 但是 2800至3000 就是看看有什么 特别的激发点 看看会不会到 那 都是那句 一到2800至3000的时间 呢 适当地 下降了一点 是 那 就是是不是吃光呢 我就不会吃光的了 因为 如果实金 大长金的呢 照正路要继续付 但是 实金买得多的 譬如说 我的学生 真的有几个 买七八两金的 那 你走回 一二八两 那也合你 是不是 七两八两 是七八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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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有几个都是这样 那时候 那时候 就是 一万一二 一万二三 那买下了 现在是二万四的了 现在是二万多的了 现在是二万多的了 哇 买了七八两 那吃 不过 我想他买了这么多 holding power 都很厉害 很厉害 但是 怎样都好 就是我觉得 去到三千这些关口 因为这个波幅会大 所以呢 我觉得 就 吃回三分一 四分一 都不为过的 但是 始终真的不要走光 因为 我经常很强调 我从第一日 2014年 2015年 叫大家买 都是告诉你 金是保命 尤其是在香港 有联系汇率之下 影响 美元 会影响到 你的生活质素的 黄金就是用来保命的了 嗯 是的 至于现在期间 就在2683 昨天最高 就是2694 那我看来呢 阿文錦sir在外游途中 也试试 WhatsApp 提醒他 你这个甲慢 锁了那张 准备吃虎 因为他那张呢 就说 期间去到2700 是拿出来吃虎的嘛 差几元的 已经 是啊 其实食虎也没有坏的 是 因为各人有各人的取向 还有机会成本 比如说 现在 说真的 黄金去到2700 2800 你跌上去6000的 就是一个中长线的部署 你只是会有一倍的回报了 因为2800 三千的时间 跌上去6000的 就是一倍回报 但是 你可能在那里跌阿里巴巴 是 是 两倍三倍 嗯 但是 当然 这个是用长线的角度 来看 所以 其实 你说 食虎也没有坏的 我觉得 是 昨天就开始提醒大家了 总之 留意着 金价去到2800 至3000 这些位置 那你又 不要太过心急 清楚 你说 金金快快四千 那 其实 每样东西都有节奏的 可能 去到3000 震回到2500 才慢慢上4000 那 你 心理上 能不能承受到 如果能承受到 可以不管 照便宜 七八两黄金 照便宜 那 那当然可以了 他只持有七八两 那应该 持有力量的 我觉得 不是 清楚 我就不知道持有多少 但是 如果假设是这样说 那 那 当然不同 那我也要问一下 那 短线方面 那 就是刚刚大师说了 中长线 那些食股那些位置 如果短线 就是 我应该这么问 那金有没有机会去回呢 可以回到多少呢 有什么位置可以给我们买 那 金呢 如果你要大回呢 一定要几个元素的 那 首先第一样东西 现在的金呢 走开了 基本上呢 就不会有大回的情况的 那 有人就说 喂 会不会地缘政治因素啊 那些 对金价有影响 是 一定会有 但是这个影响呢 只不过短线的 嗯 反而地缘政治因素 令它飙升呢 我会退那些 嗯 跟着下去买回的 啊 因为金价的主要因素 是美元的 的问题 好了 那变了呢 有什么因素 令到金大回呢 那 如果 现在一直持续的状况 开始 出现了 就是说 美汇 跌破100 嗯 资金大举流出 美元资产 啊 包括股市嵌 这样 是或者 会有机会 令到 金价呢 有斩仓的成分了 就是 就是 有些投资 这样 你要够忙的 够过你猜的 够斩仓 够斩仓的 这样呢 就会有机会大回 所以 如无以外呢 就是说 真的如果 未来的金融风暴 出现的时间呢 金是会有机会回的 嗯 是 看看会不会有这样的机会呢 回回一些 给大家 很多都行不了 哇 冲了上去 没得追啊 看看 看看有没有机会回回 给大家再买 是啊 好 至于呢 比较投机性重一点 还是银呢 大资店制都很重 银呢 其实我一直都说了 是投机性的 和追落后的 就是如果这个金 标得太过急的 那你又想继续加码的 那那时候就当然就是用银啦 但是银呢 32元的关口呢 又挺大的 是啊 现在三次四次了 是啊 那究竟能不能够上破呢 那就要看了 如果那个金价 真的冲上去二千八三千的话呢 那那只银呢 就会乘时而起 就冲上去了 所以呢 银呢 通常的 呃 价格的上升呢 是落后于这个金 嗯 一定 等这个金价上了去 它才会跟的 嗯 但是呢 同样地哦 下来的时间呢 就比金快的 嗯 就是说 其实可以炒作的时间 是很短的 嗯 是快上快下的 那所以 就是 我觉得就 这些位置呢 就尴尬了 是 当然啦 如果现在这些位置 还是二十七百元的 当然是买银啦 是 现在的关键位 到了三十二个多的那些位 是啊 所以 就是 纯头姬啊 就似乎 穩妇的程度 就没那么大了 嗯 不要搞它住了 炒一下 不要搞啊 刚刚就是三十二元的关锋位 这样的时间 不要搞它住了 可以爆上 可以回落 都不知道它怎么做 是啊 是啊 那至于一个 明朗一点的 就是铜 哇 铜我也跟大家说了 四个半 是 是 那当然啦 这些位置呢 是有短期阻力的 是 那 在这儿 徘徊多一阵先 但是 可能 变化都是在说一两天的事 如果一两天呢 继续扬 顶上去呢 那这阵呢 就应该 上到四个八的 是 那 由四个二 跟大家说 喂 四个二始破啊 到现在破了 是 那 那当然啦 就是如果你说 哎 港股那方面的 那 那时候叫大家买江西铜 江西铜 是的 买紫金啊 那这样 其实现在都获利丰偶的了 是 都叫大家吃虎了 是啊 哈哈 是啊 是 那同都是 看看有没有机会低买呢 是吧 嗯 看看啦 暂时都还是上的趋势的 嗯 那说真的 低又 未必有得多的了 嗯 反而你说 这些位买 定了个止虚位 嗯 譬如说 四个 四个四的 做止虚的 那你现在买呢 就都 都不为过的 嗯 OK 那昨天最低做了四个四毫半的 那大家要留意一下 好 接着说到油 油 油又好像没什么力了 它掉下来 又穿70元去69.8 油 油真的不懂得看 很难看 很难看 就是 第一样东西 始终经济衰退的因素 是基本因素 就阻碍着油价的升势 所以第一 不会想着它升得多 但是呢 你说跌到这些位 比如说六十多元的那些位 那些位呢 其实也都是 预算了 不会跌得多 嗯 因为始终油价呢 很多的因素 影响着 其实都未必会大跌的 嗯 那就是你说 早几年那些跌到负四十 那些 那些是例外的例子 是 但是我觉得就 六十元 介乎六十元到七十五元 那波幅下去上落 那么 可能 由摧灿到平淡的了 应该就有 嗯 OK 那有的走势 因为也受着地缘政治影响 经济环境因素影响 油组那边也会有影响 是啊 所以都 很多因素 但是暂时 油 就叫现在回来 那 如果只看图 就一浪 低于一浪 是啊 好像没有什么历尚 好 另外 天然气 大师也没有什么跟开的 两个八三元左右 但是 然后我就 基本上反而 我就 没那么清楚了 嗯 是啊 那天然气的势头 暂时还是挺好的 那大家 等一下文錦sir回来 和大家分析 农产品 我知道大家都 是的 我知道 昨天和Kelvin有做节目 都有看到 看来似爆上的 农产品 不过 等一下文錦sir回来说 好 那我们说一下 美股了 那今早 有很多人问的 我们现在才说 好 美股 昨天的道指 就率先 就叫 有些遮掩 其实 纳指的升 轻微升7点多 就是10点都不够 而且道指 昨天呢 刚刚大师也说了 哇 破顶啊 破顶啊 升了十几二十点破顶 几十点破顶 昨天一棍 跌回到三百点 大概二百九十三点 道指 买得没呢 首先 第一样东西 这些破顶的趋势 不是表示是强 嗯 我一直都说了 几十点几十点破顶 连续几天 几十点几十点破顶 那基本上呢 这些呢 就是说 只是 第一 单挡着 纳指 第二 就是说 其實就是 指数破顶 不代表 大部分的股份 就是说 深度和阔度呢 不够 那 那 昨天一跌就二百九十几点了 嗯 如果看图呢 是很明显的跌回过去一个星期的胜幅 嗯 是不是 就是一个星期 你爬爬爬爬上去 一跌下来 没有了 没有了 就是 正如耶稣所说的 在横花 是不是呢 爬上去 帝国大厦 要一个小时 慢慢爬上去 慢慢爬上去 跌下来 八秒八 是不是 是 是 要跌是快很多 那当然 那现在 你如果没有仓 或者小仓的话 你可以加少少 但是 都未是肯定的 因为 为什么呢 首先第一件事 我想是4,150 初步肯定 但是 再 4,150 你可以加住 加完 如果穿四川一 四千 四万一千五 四千 四千 很糟 穿四万一千五 那你可以加住 是 但是 这一注呢 就凌活些少 嗯 OK 那如果破四万 就confirm OK 是 所以不用急的 不用急和她做 总之 破底照 继续就行 那 跟着呢 要么就是上去高位力尽的时间做 要么就是上完后回来破位的时间做 这样来加的 昨天道指就跌了 纳指就升了 纳指就微升了7点多 刚刚有网友也提过 昨天有MU出了业绩之后盘后升了14% 因为它业绩公布是好 但是看回MU的价格 我开给大家看看 MU美光 其实它一直都是徘徊在低位的 昨天出了业绩之后爆升 去到110元附近 之前一直贴在80多元的低位 如果说这些晶片股 那顺便说完NVIDIA NVIDIA是王仁芬 之前说是减持的 之前在3月的时候已经公布了 然后在6月的时候 就一直是减持 昨天叫减持完成了 晶片股好像又反弹了一些 到至于纳指 现在就在这里 大师你觉得 先说大维先 纳指也觉得沽了没有 又是这个情况 一路一路上 千万不要逆时去沽 是上到没有力 那时候才开始沽 那时候才会 就不是乱去 一上又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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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 根本在投资 或者投机的策略上 是错的 那你 譬如说做了货底 跟着上上上 上到尽的时间 才开始没力 开始炸 这样才是效果最好的 纳指也是摆明的 其实我觉得是没力的 又是小小小小的上 那看下什么时候 一下子就回到原位了 8秒8 8秒8 所以暂时还是先等下 是 至于股方面 刚刚我提到 黄金分减持就完成了 现在NVIDIA 就已经弹回上去 之前最低去到一百块的位置 现在弹回到一百二十三个多 NVIDIA这些晶片股 包括MU那些 有些沽得没有呢 其实你看回一幅图 NVIDIA已经是四个顶 一顶低于一顶 是 之前一百四十几元 是 下来一百二十元 弹回上去一百三十几元 是 再下来九十元 是 弹回上去一百三十元 是 再下来再弹上去 似乎的趋势 下降轨的趋势 还没扭转 是 所以其实这些位置呢 正路是可以试固的 但是就少住 嗯 看看他 会弹到多高 回到刚才的固 嗯 那 其实他 这个消息就说 王仁彬减持元 就是他减持六百多股 我记得那天呢 在这个 seminar 加士伯都说 他三月已经开始说减了 其实这个消息是一早说的 但是留意一下呢 他三月公布有这个减持这个 这个NVIDIA的消息出来 但是他呢 就是六月那时呢 他真的很厉害 他在这些 是六月开始减持 在那些高位那里 虽然曾经删过来九十元 那么他六月去到现在这些位呢 都是全部高位 就是排了货 但是 那个结论就是什么呢 他也是减持 哈哈哈哈 是啊 那现在减持到上限了 那今年已经没得减持了 是 那是不是代表会升回呢 那你记住他减持了 就是派了货进去散户 是啊 散户现在是被动地熬着 那有什么资金会买它上去来 给你们走呢 嗯 就是你要明白一样东西 大户减持了 啊 接着就很多财货 那我有钱的 我都不会买它上去给你走啊 是不是啊 啊 难道真的是慈善家吗 啊 所以其实 只可以在做顶 就是这个我可不可以印证到 大户派货越派越高 他三月开始供货 是啊 六月高位一直都在这个高位里排货 全部 是啊 就是这样的情况而已 啊 你要想回头 那时候有什么消息呢 借业职 啊 啊 新那个芯片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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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可以明白这个概念了 啊 股票的游戏 其实是这样玩的 不是你们 心目中所以为的就是说 啊 公布的业绩啊 跟着说前景好了 跟着就买上去了 是啊 这些是未够班的 嗯 嗯 我觉得好像 就好像 就像腾讯 腾讯都南非大股东都说 沽货啦 但腾讯被人不停摘低 是吧 是啊 那现在王仁彬都派货了 那股价又怎样呢 哈哈 那你南非大股东说沽货而已 但是沽了多少 没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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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是不是抽了上去 是吧 是啊 是啊 好了 这些我简单的比喻 好 那外围方面还有什么特别补充 关于美股的 先打一打 都差不多了 总之又是做单档 道指就很明显的了 破顶少少破顶少少破顶少少 破顶少少 那就可以成功地做出来呢 令你觉得美股是无敌的 嗯 那结果你会看到 一天就已经打完四天的胜伏 嗯 这些情况还会不会陆续有来呢 那你现在观察着 直到 又是了 狼来鸟故事做了三次之后 就差不多了 嗯 好 那我们最后再继续看下港股 今天港股 刚刚有网友说 看下8083这些 二三线的科技股 也有得升 今天这些 有赚都去到8 但是这些好像大师没有推过 有 也有说过 不是重点说 不是重点 提过一下 那港股现在现货 哇 真是有力 港股现在是升三八点 那刚才今天 缩下来到191 那些 192个村 现在咬回到194楼上了 大师你猜一下明天结算会有什么位置呢 呃 猜一下 如果现在这样的 这样的形势 我想明天结算 其实都是大约193至195的了 即是高低100点了 不太多 嗯 即是都预设它继续会 发上发落 是啊 是啊 稍后我们还有少少时间 两三分钟 看看还有什么特别的问题 大家想问 我们没有什么港流 资源股 你今天有没有讲 说完了 没有特别讲 但是资源股其实 今天也不错了表现 干西酮升了2.8元 2899也升了1.8元 逐步逐步就是万破之雨 一百一百超金 你始终看酮价真的要走的 好 让大师早点休息就可以了 今天选择什么股份去打打气 打打气? 有点难 都不用了 全部都很打气 腾讯既然破了405元 走上去 正路应该走到403-404 打气吧 现在415元 腾讯是很厉害的 昨天叫高开缩10来来 今天都冲到上去 今天是最高的 是啊 这下冲上去 应该不止 差点 好 今天我们选一只腾讯 帮他打打气 现在节目时间 先去讲局 稍后回来继续有 景哥金波实践攻略 大家千万不要走开 明天再见 拜拜 免责声明 RECA Finance 竭力提供准确资讯 为不保证绝对无误 资讯如有错漏而令各项蒙受损失 不论公司是否与侵权行为 定立契约或其他方面有关 本公司概不负责 同时RECA Finance 所提供之投资分析技巧 可与建议只可作为参考之用 并不构成要约、招揽、邀请、有史 任何不伦种类或形式之身术 或定立任何建议及推荐 读者募请运用个人独立思考能力 自行作出投资决定 如因相关建议招致损失 概与RECA Finance主持、嘉宾、编辑及记者无关 同时RECA Finance所有节目或资讯 相关内容属作者个人意见 并不代表RECA Finance立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